凡事都有前因后果 美方是主动挑衅者和危机制造者 台湾民进党当局则以美谋独 中方维护领土完整 反对国家分裂 合理合法 天经地义 英方对美国的挑衅侵权行为视而不见 却对中国维护正义的反击之举横加指责 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充分暴露了英方老牌帝国主义的虚伪嘴脸 如果英方真的关心台海和平稳定 就应该去谴责美国和台独势力 阻止他们挑衅玩火 试问 如果内外勾连 分裂领土发生在英国的苏格兰 英方是否能够保持冷静克制 听任现状恶化 凡事都有是非曲直 正义应该得到伸张 公理应该得到维护 如果黑白都能颠倒 凭什么妄想打造全球化英国 英国为美马首是斋 伙同一小撮国家为虎作伤 其作为独立国家的幸运 早已破产崩塌 其所谓外交雄心更无从谈起 相较一百七十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公开发生支持中方正当维权举措 英国伙同七国集团外长声明 已经被彻底淹没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两岸统一是历史潮流 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实现 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中国的统一 任何为台独势力站台的言行 都将注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